因為我要謝謝我們台灣所有的媒體 這20年來 對我的筆下留情 等一下這是要退出 雖然... 68歲寶媽哽咽 突宣布退休 就愛汪建民、埃莫探生病很辛苦 因為我即將邁入70歲 我女兒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 放輕鬆 做你自己想要過的日子 68歲的寶媽經和女兒曾寶毅 出席SPA會館開幕活動 突宣布退休 對我來說 退出演藝圈這件事情我不需要說 因為我已經退休了 所以我希望 告訴大家說 可以讓我單純的過一個 不是公眾人物的生活 那現在整個健康檢查都OK 追蹤都OK 我真的很開心 我有一群很照顧我的醫生 每一年的健檢 都過關 在我的各項的 癌症指數其實都過關 覺得這次 這次超感激 陳黎甲莊縣08肺腺三種癌症的寶媽 對舊愛汪建民肺腺來莫感嘆 我覺得生病真的很辛苦 真的非常辛苦 我是常年在醫院照顧病人的那個人 我堅持不願意我的女兒們照顧我 所以我最記得我那一年 25號聖誕節開刀 24號我的家人 依然去開聖誕吧 我就在病房裡面 乖乖的 我女兒還跟我說 誒馬甲妳可以請假 我明天要開刀 我覺得我們家人氛圍 讓我們每一個生什麼病 都會覺得這是小事 但是那個 楊貴妹姐的基金會也有打給我 就跟我說 幫幫幫媽 我們想要幫一下建民哥 然後妳可以幫我們聯絡 那因為我們已經沒有聯絡10年了 我就請她的經紀人跟他們聯絡 因為還是很多人想要幫助她 我覺得非常好 我們台灣的社會 是讓我們覺得好感動 不管它已經呈現在哪一個局面當中 每一個人都很希望可以伸出手 拉她一下